大家好,车机 彩票这东西虽然大家都知道 中奖的几率微乎其微 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也还是会买 毕竟中奖的话就能一夜暴富 人生从此不一样 花点小钱买张投胎券 无可厚非 说不定下一个中投奖的就是我呢 比如前阵子一位中国彩民就中了投奖 奖金金额高达2.21人民币 可是因为中奖的过程 有太多用常理解释不了的疑点 结果被很多中国网民质疑 是赤裸裸的作弊 福采快乐吧向快乐出发 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快乐吧游戏 快乐吧是中国其中一款 最受欢迎的彩票游戏 它的玩法非常多样 你可以从1到80个号码里面 选1到10个号码来进行投注 选一个就叫选1 选两个就叫选2 如此类推 最多可以在一柱里面选10 那都开奖的时候 他会用摇号的方式在80个号码里面摇出20个号码 然后再根据你中了多少个号码来决定中奖等级 假设你选了10个号码 那么刚好这10个号码都在抽出来的那20个号码里面的话 那就是投奖选10中10 奖金是浮动的最高500万人民币 有些人可能会说 啊 投奖也才500万 在北京买套房的不够吧 500万当然是不够了 但是你可以一柱多买啊 比如同一个组合的选10 你买了10柱 中奖的时候就是500万乘10 等于5000万人民币了 而且不管你是选1还是选10 每柱的金额都是固定2块人民币 所以一柱多买的情况十分普遍 最好的例子就发生在今年的12月2号 第20233227的快乐罢了 这一期虽然没有人选10中10 但是大家看看选7中7这里 竟然有50159柱中奖 选7中7比选7中6或者选7中5还多 本来就够奇怪了 后来有彩票店老板在群组里传出照片 显示其中的49250柱 原来是被同一人花借近10万块购买 按照选7中7每柱1万来算 这个人就中了419250万人民币 虽然后来证实因为彩池被打爆 触发献赔机制 选7中7的单柱奖金只剩4000多 但是乘以49250柱 他一个人也还是中了212000万人民币 这么大的金额当然引来网民的关注了 结果还真的被他们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 别的先不说 光是用接近10万块钱来压一个组合的做法 就已经很奇怪了 花大钱买彩票的人不是没有 但通常都是大包围买多个组合来提高中奖的几率 因为单一组合选7中7的几率只有0.00244 也就是40979分之一 赶花10万块全压在一个组合 这么有信心的玩法只有三个可能性 要不就是阿玛托梦 要不就是未来人成功穿越回来 要不就是作弊了 再说中奖的组合也是非常奇怪 先是404142的三连号 中间隔了个44之后 再来个6364和65 虽然说从概率来看 每个号码都是独立的 连不连号的可能性都是一样 但是有买过彩票的都知道 基于心理上的不安 很少人真的会这样连号去买 这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说 先不管是未来人 阿玛托梦还是作弊了 假设这位神秘彩民 真的是提前知道开奖号码 他直接选拾中十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选弃中期呢 这里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了 中国的税法规定 单注中奖金额在一万块以上 比如单注奖金是一万零一块的话 就要缴交20%的个人所得税 而这位神秘彩民众的选弃中期 单注中奖金额刚好落在 不用缴税的一万 所以他的这一系列操作 不只表现出他可能提前制到开奖号码 敢用十万块压在同一个组合上面 还懂得用选弃中期来省下一大笔税 这么多低概率的巧合同时出现 自然就被中国网民质疑 这根本就是作弊 不过面对舆论 这位神秘彩民没觉得有啥压力 还去领奖和接受媒体采访了 他说自己有五年买彩票经验 家庭条件不错 每星期会买三到四次 每次几千到几万块不等 那我就算你一次买五千 一个星期买三次 五年下来你光买彩票就花了四百万人民币 不是说我不信你啊 但是连老板也站出来 说你每次就买几百 也从未遇过有人像你这样 一买就十万的 你让大家怎样去相信你呢 至于彩票公司的官方解释就更好笑了 一句没有内幕请您放心就搞定 其实中国彩票一直都被网民吐槽 是黑箱作业 因为开采过程实在有太多不透明的地方 比如彩票官方搞得阳光开讲 开讲的影片有是有了 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入播 不是直播 而且录播也都算了 还多次被网民抓到疑似作弊的证据 比如在今年4月25号开讲的 第二三零四六七的七星彩 顾名思义就是由七台机器 各摇出一个不同颜色的号码球 大家仔细看看 其他颜色的球在机器停蹲后 都是马上往下坠 禁止不动的 唯独最后的这一台 机器停下来之后 还有几个球在那边飘来飘去 还有一颗球更奇怪 直接悬浮在半空 这是什么高科技的反重力装置吗? 记者打过去问官方是怎么一回事 工作人员就回答 因为球是泡沫材质 所以摇的时候会产生禁电 好吧 虽然根据中国体育彩票 摇奖设备管理办法 摇奖球呢应该是防禁电的 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法律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偶尔来个带电的好像也说得过去 至于今年4月12号开奖的第二30927福建31选器就更有意思了 球在滚下斜坡前都会有一下卡顿并且往回弹的情况出现 第一颗球是这样 第二颗球是这样 到了第三颗球还是这样 这都不算是最离谱 到了第四颗球的时候 直接就是反递性引力 妈的直接停在斜坡顶端 第四颗球 你以为后面滚下来的球会把它推下去吗 没有 这颗球直接依敷当罐 把后面的球全部给堵死了 这种情况稍微有点脑子的就觉得有问题了吧 但是你们看这两个负责监督的工赞员 依旧是不动如山 后来有记者打电话去问彩票公司 工作人员这一次有动脑筋 没说禁电了 而是回复说 可能是天气原因 听完之后记者一脸懵闭的反问 封闭空间内耶 天气原因 工作人员直接不演了说 空气无处不在嘛 还有什么呢 球在斜坡上面悬浮滚不下去 甚至已经滚到最下面了又弹回来 有中国博主做过实验 怀疑球被动过手脚有配重 还有就是开讲的画面跟特写画面对不上 大家看到吗 明明远远镜头里 球跟球之间是有距离的 可是特写画面里却显示 球跟球是贴在一起 之后那颗球被后面的球撞回去了 特写画面里球却根本没动 于是又被网民质疑 这个特写画面是预先录制好的 本来彩票的中奖几率就已经不高 这样一搞 中国彩名的中奖几率 应该是比零还要低了 我说原率更低于零 好了 我是小鸡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